是的 除了首相任期 西蒙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 承诺废除好几项法令 一年半过去了 目前的进展如何呢 那西蒙·西加墨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珊达拉 今早就在国会下议院 问答环节中 询问首相敦马底医生 废除特定法令的进展 首相解释 政府希望通过废除或修正的管道 让现有法令更加完善 不过这需要在国家利益 安全 基本人权需求 以及人民所希望的公正原则之间 取得平衡 而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马哈迪表示 除了国安法政府也鉴定了几项需要研究 修正或废除的法令 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 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 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 以及2016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 首相也强调 政府并没有忽略当初的承诺 但在决定修正或废除一些法令之前 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的条款细节 政府会寻求相关部门和总检察署的协助 完成每个步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